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如何在这个电影里面使用出一些独特的技法 让我们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看 那么这些小的细节 各位同学在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忽略 那么因此也就看不见电影的这一方面的艺术性 所以这门课基本上是针对此而做 那么我稍微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陈德馨 这个底下有我的联络电话 有我的电邮地址 有我的办公室 还有我专长的领域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课程的宗旨就像刚才所说的 是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理解一下电影的艺术 那么电影艺术 当然各位同学可以拓种各种方面来理解 但最好的办法还是从电影的本身 就是它公开放映的这个电影本身来理解 我们从每一个段落来理解 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毕竟这个东西 传统上认为是第八艺术 那么这个艺术呢 它有它独特的语言跟技巧 那么它不同意绘画 也不同意漫画 那更不同意舞台剧 也不同意小说 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 百年来的发展让它形成独特的艺术 那么我觉得在这门课里面 当然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理解这门艺术 所以呢我自己定了一个学习目标 就是希望同学在知识方面 能够对电影技法有所了学 在技能上面 当然我有所期待 就是科技大学的学生呢 将来如果有制作为电影的需要的时候 那么这门课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忙 那么在学习的态度上面 我当然希望各位同学 不要再把电影只是当作娱乐自己的工具 要值得 也把它看作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艺术 那么我们这课程的学习的对象 基本上是针对于中华科技大学的学生而设 所以四季二季的学生都可以学习 那么至于需要哪些基本的学习能力呢 我认为一般大学大专学生 基本上就是能够来上这门课了 那么我相信他们现在的学生 大概都喜欢看电影 而且也希望他们对电影的艺术上更进一步了解 那么有这样的兴趣的人 或这样的企图的人 我想都非常适合来选修这门课 在这门课的学习方法 基本上有一些课前的预习 课程之中 基本上也希望各位同学能配合 课后也希望有一些复习了 那么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这课程是远距教学 所以它有教室的课程 那么还有电脑前面的课程 那么这些都有一些规定 那么希望各位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能够把这些规定给做完 那么能够非常完整的 得到这门课的所给予的知识 那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周 第一周我大概要上什么呢 我第一周当然是 就像刚才 我会对各位做一些教师的自我介绍 还有课程的简介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告诉各位 这门课大概的重点是什么 我这门课有特别讲说 就是如何了解一段电影的片段 以及解说什么叫电影的类型 那么何谓一段电影的片段 为什么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门课 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是不可能把一部电影全部看完 我们每一堂课基本上大概就是十分钟 或者是二十分钟 大概不到二十分钟 十分钟或者是十一二分钟的用电影的片段 那么由那个片段 我们来看看这个电影技法表现的所在 那么为什么要讲电影类型呢 那其实是要配合我们这门课有十八周的那个课程的那个安排所制 因为让十八周里面 根据类型来切分呢 比较能够在短短的十八周里面 让每位同学呢 能很快的掌握到电影的整体概念 第二周上课基本上按照远距教学课程的安排 我们是在家里面上数位线上的首课 但是这一周我们还是有主题 这周主题是爱情片 那么所以这周主题基本上是讲爱情片的叙事模式 爱情片基本上是最受欢迎的电影 台湾的同学们可能非常的熟 那么他们可能在这个电影的技法上面 更多的是呈现演员的演技 还有他讲故事的技巧 我想这方面是在这一周课程里面特别要介绍的 那么第三周呢 我们基本上讲战争片 那么这一周的课程呢 是规划道效上课 那么这个战争片的技巧就比较多 因为一部战争片的拍摄所花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然后演员临时演员或者是主要的演员动员的非常的多 那么所投备的资金呢 或者是他的技术 特别是电脑技术 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 因此在这边的技法可能会比较知道的比较清楚一点 会用的比较多了 那么第四周呢 我们讲动作片 动作片跟战争片的最大差别 是基本上是讲这个中国的功夫 中国功夫是一个 很像是一个舞蹈的一种电影表现方式了 那么相较于其他国家 那么中国的功夫片是有独特的样子 那么所以我们就会 以这个电影类型来讲这一周的课程 近几年来的动作片 特别是中国功夫 它加上了很多技巧 那当然是电脑的技巧 所以演员本身 并不需要像早期的一些动作 明星一般 必须有练家子的背景 那甚至自己本身根本对中国功夫不熟 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之中 也能够让他表现出像是一个功夫大师的架势 那么第五周上课呢 我们是讲剧情片 我想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剧情片 它特别是强调只是故事的演进 那么在技巧上面 特别是电影的技法上面 尤其是在科技上面 可能不是这么样的重要 反而是在于故事中人物的情节 才是整部电影继续往前进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在这一周课程来讲剧情片的时候 会特别集中在此 那么我想我要特别跟各位强调 每一个类型的片子 它有不同的重点 那么剧情片虽然说在电影的科技的技法上面 也没这么强 但是呢 它却是目前最受欢迎 尤其是在我们电视的节目里面 剧情片是最多的 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是最多的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类型的电影 是要特别介绍的 第六周的课程是讲惊悚片 惊悚片基本上是 以虚奇考课的电影 最具代表性 就是它里面充满了很多细节 然后应该这么讲 观众一开始的时候 看这电影一开始就会被吸引住 然后你会循着电影的 所安排的各种细节 让你去追索 这个电影里面的凶手是谁 或者是最后的解答是什么 让这个观众们就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面 充满了这种惊喜 或者是惊骇的效果 这个是可能是拍的好的惊悚片 跟拍的不好的惊悚片 那是高下力拍的 我想在这门课里面 我可能会特别针对 戏剧考课的电影做一些介绍 第七周我们谈戏剧电影 这个戏剧电影呢 基本上是一个最难拍摄的东西 因为这个演员可能 从处在那个拍摄的过程里面 充满了这种亢奋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镜头没有掌握好的话 那个演员的表现可能就不会这么成功 那么何况现在的喜剧 基本上很难把握 很难让观众 在一个突然的状况之下 进入这个欢笑的 他所谓的Q点里面去 所以这个喜剧电影是挺难拍摄的 那么因此就发展出各种做法 那么在这一周的课程 我们当然会特别迎接金凯瑞了 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周星驰 他们的表演方式 来当做我们讲解的重点 第八周是传记片 那么传记片一般来讲 你同学们也会认为 他可能是一些剧情片 当然剧情片里面 传记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 不过跟剧情片最大的不同 就是传记片基本上 属于真人实事的这部分 要占比较大的比例 就是说他有很大的部分 还是要根据真人实事来做 很多事情不能够做太多的 夸张的把它变化 或者是把它延伸 基本上还是顾及到 史实的部分 所以因此这种情况之下 像不像可能是这部电影的重点 还有更让我们放弃 特别关注的部分 就是他们对一些历史上面 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女士 最重要的关键点 他们是怎么解释 这个是传记片 最引人注意的部分 那么第九周 基本上就是其中考 那么同学们要到学校来考试 那么第十周 我们讲警匪片 这个警匪片 就是我们提到的警匪片 大概就是猫捉老鼠了 或者官兵抓强盗 那么飞车追逐 这是最常见的 那么我们所讲的警匪片 基本上是美国好莱坞电影 最受欢迎的一种类型 所以基本上也是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主 那么第十一周 我们讲奇幻片 奇幻片 各位同学可能不要去想象外太空 或者是异形之类的电影 你可以想象 我们最近比较常看的一些 根据神话小说改编的电影 比如说魔戒 比如说哈利波特 这种东西都属于奇幻片 那么这当然是电脑特效 产生了以后 发明了以后 那么这个奇幻片就达到了 21世纪电影里面的极致了 那么这当然要好好的介绍了 第十二周是讲动画电影 动画电影 就是我们讲的卡通 那么卡通近几年来 它的发展是日新业绪的 甚至有些电影的动画的特质 还比真人演员所占的比例还多 最常见的就是蜘蛛人 蜘蛛人几乎有三分之二是动画 当然我们不是讲这种 真人跟动画合成的电影 基本上是以动画为主的电影 那么当然我们就会 把目光的焦点放在迪士尼 还有日本的宫崎骏 那么这两个可以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动画的制作 制作区 他们制作的品质也高 那么中国的电影我们占不介绍 因为中国电影 从上海的制片厂 不再拍摄中国式的电影之后 他们的电影特色也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集中在 美国跟日本这两个国家 第十三周我们讲灾难片 灾难片当然最主要的 还是它电脑特技功能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看到 这个灾难是超乎想象的 我经常跟同学们讲说 灾难片不要在外面租DVD 放在自己的家里看 甚至于我也建议各位 不要在电脑前面看 因为萤幕太小了 这种灾难片必须要在电影院里面看 因为当你看到整面墙 比如说因为火山的关系 整个崩塌 或者是我们看2012的时候 整个地球裂开的这种情形 那是非常壮观的 这是灾难片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 那么有了电脑科技 那这些东西都做得出来 那么当然有的做得好 有的做得不好 那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本课程里面 特别要点出的部分 第14周是讲恐怖片 我想很多人对恐怖片的定义很多 我在上课的时候 同学们会告诉我 女同学会特别喜欢恐怖片 我一直以为她们喜欢看爱情片 是我的误解 恐怖片可能最吸引女同学的兴趣 那么他们甚至可以告诉我 这个泰国的鬼片 日本的恐怖片 或者是中国的恐怖片 香港的恐怖片 台湾的恐怖片 那到底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那这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恐怖片 当然我如果讲一个比较直白的话 就是能够吓到你 而且让你非常惊恐的 这个是比较好的了 就是整个电影 这种电影类型最主要的特色 应该是在这里 那我们希望在这部片里面 这周的课程里面 选几部电影 看看它如何让我们感到惊恐 那么第15周是悬疑片 悬疑片基本上跟那个惊悚片比较像 不过悬疑片有比较长的这种安排 各种布局 让我们去这个更投入在电影之中 可能进入这电影的故事情节里面 这可能没有侦探 可能各位观众就是侦探 那么当然悬疑片里面 更多的是剪接 或者是故事的安排 那么电脑的技巧 可能在这边会帮上忙 但是可能不如 电影中的叙事来得更重要 第16周是讲默片 这似乎是挑的更早以前了 就是在电影真的进入了口说的 进入了颜色以前的电影拍摄方式 我觉得我们了解一个电影 可能电影的历史 可能默片是不能忘记的 因为默片的表现方式 近几年来 因为大家好像循着科技的发达 逐渐逐渐的 就是将默片认为是早期的 是一个原始的 是一个不是很进步的拍摄方式 实际上默片所形成的各种表现方法 比如说演员的表演的动作 这些东西都是现在一些演员 丧失掉的东西 因为他们没有声音 所以他们必须要靠他的语言表情来做 那么这其实有很多值得取法之处 特别在默片时代 还形成了几个著名的超级巨星 大家最熟应该是卓碧琳 那么他们的表演手法 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么第17抽我们讲3D电影 那么3D电影是近几年来最大的视觉革命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凡达了 但阿凡达之后 还有其他电影也采用了3D的拍摄手法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各位注意的部分 只不过很可惜的事情 是因为3D电影必须要配合一个 他自己原有的设备 所以必须戴一个眼镜 那么在我们的试课课程里面 不管是教室上课或是在电脑前面 大概都缺乏这方面的功能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靠各位同学 有机会的话就是去找 特别是科麦隆 他不但是拍了阿凡达 甚至于试图将他以前拍的这些大型的电影 比如说铁达尼号 重新用3D的方式重新做过一遍 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的不需要 不要遗忘或者不需要漏掉的机会 到电影里面 用他们的设备来看看3D的效果 这是一个视觉革命 现在也许有点沉寂 但是接下来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革命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门课程 叫做看不见的真相 电影技法解说里面 3D电影可以说是 所有技法表现之中最大的成就 第18周我们就是期末考了 那么也是要求各位同学到学校来考试 那么我们当然不只是考试 考试只是其中之一 我们还有各种评量分数的方式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这个PPT 然后看看我们哪些东西是各位同学在接受这门课 或者是上这门课的时候 你必须要注意到的 免得这个这门课因此而被不及格 那么我希望各位在上了这门课之后 对于将来的学习方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 第一个相关课程 我自己还开了一些课程 一个是图像中的大种文化 那么各位同学也欢迎你们来选修 那么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电影的 不是会动的 但是一张一张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图像 那么我希望透过那些图像能了解背后的文化意义 那么另外一些个程是视觉心理学跟中心术史 那么这个课程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会开设 世界心理学可能在建筑系里面开 中心艺术史我有机会的时候会开这门课 那么也希望各位同学来接受这个新的课程 好那我就说到这边 recent开始 我这是怎么会做到这边三粉咐 等会儿 흡